近日知名博主北京东宇通过微博曝光了一组陈坤童年旧照 照片中陈坤穿着格子衬衫和一群差不多同龄的男孩子站在一起 别的同伴都笑得很开心 唯独陈坤一双犹豫的眼神显得与众不同 另外还有一张陈坤幼儿时期的黑白照 戴着帽子圆圆的脸蛋和深邃大眼睛 不难看出陈坤从小气质就很犹豫 陈坤出生于重庆 聚习很小的时候就父母离异 初中时才与母亲一起生活 在其他孩子还在享受生活 在父母的呵护下快乐成长的时候 陈坤就开始打工赚钱补贴家用 陈坤对母亲来说是非常孝顺的儿子 对两个弟弟来说是学习的榜样 到北京念电影学院时 更是独自赚钱支付每年几万元的学费 据悉上小学时的陈坤非常不合群 寡言寂寞爱幻想 但母亲对他的宠爱让他觉得内心是快乐的 陈坤从小也没有什么玩具 他唯一的娱乐就是画画 最喜欢画龙凤图 而且画得像模像样 为此他妈一直以为他长大了会当画家